曾經被選為全世界最快樂國家的北丹, 亦是著名影聲梁朝偉及劉家寧世紀婚禮的舉辦地, 那裡人口大約80萬。 如果有一天,這片起馬拉雅山下的落土那80萬人, 忽然間全部死光,你猜會造成什麼震撼呢? 又如果你覺得北丹太遠,沒有感覺, 那就用近在天邊的澳門作為例子。 澳門人口68萬,如果一場瘟疫, 令整個澳門68萬人全部身亡, 大家能否體會到那種恐怖? 所以我很奇怪,為什麼全世界對美國新冠疫情, 可以肆虐無蹈到一個無感的地步? 新冠肺炎爆發以來,美國累計已死了80萬人。 80萬是一個小國的人口。 地球上,有一個國家的人口死光, 新聞竟然沒有怎麼報,大家又不怕,也不傷感。 彷彿那80萬,只是一堆無神經線的流蟻,死不足惜。 我還記得,今年4月,印度爆疫,全球都聚焦在印度的火葬牆, 幸河的浮屍和節日的牛市。 新聞起碼沸沸揚揚地播了整個月, 當時印度的累積死亡個案是30萬, 是繼美國、巴西之後排名第三死的人多的國家, 但已足夠成為全球的焦點,人人聞印度識變。 但一直以來,高居全球爆疫榜首的美國, 染疫數目最多,死的人亦是最多, 但大家的關注度最少。 美國人繼續四處去,沒有國家敢拒絕他們入境。 美國政府亦對失去了一條條國民的性命,視而不見。 最近還好意思搞過什麼世界民主峰會,來自吹自擂。 告訴世人,美國有多麼民主。 一個連自己國民性命都保不住的領袖, 一個一接手國家,又死多一倍人的領袖, 竟然可以帶領世界港民主。 還有一大堆應聲蟲在敲鑼作威。可笑,更加可悲。 其實,民主的條件是什麼呢? 廉潔的體系?開放的制度?一人一票的普選? 其實都不是。民主最重要的條件是性命。 你有命才有得說,命都沒有,說什麼民主呢? 今年1月19日,剛剛當選美國總統的拜登, 帶著太太,副總統賀錦麗就帶著丈夫。 在就職典禮之前那個夜晚, 來到華盛頓,臨肯紀念堂前面,點起了400盞燈。 悼念新冠疫情裏,細細的40萬美國人。 同一時間,紐約的帝國大廈,西雅圖的太空針塔, 以及美國各地標誌性的建築,都同時亮燈。 那個夜晚,拜登鼓勵國民,大家一起在窗口或教堂點燃蠟燭, 敲響鐘聲,以示團結抗疫。 美國人其實追擅長就製造這些浪漫。 總統夫婦站在林肯紀念堂前面,向40萬的亡靈許下諾言,是一回事。 他們執掌國家之後,在11個月內,令染疫身亡的人口推高一倍, 去到80萬,又是另一回事。 這個夜晚,華盛頓國家大禮堂敲下喪鐘八百響,悼念新冠死亡國民已達80萬。 繼續浪漫,繼續無人追究,無人乖聚,物敬天擇,太陽流強。 還要明白,美國的所謂民主,原來真相只有四個字,就是你死,你死。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,請你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,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,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,和按鈴鐺呀! 多謝大家!